这是刘备遇到的第一个军师 对于徐术 刘备相当重视 然而徐术倒是不急 反而跟刘备对面而坐 夸赞其刘备的人意 说他去了一趟刘备治理的新野 在那儿听到了一首民谣 新野木 刘皇叔 自到此 民风足 我听后甚是感慨 民谣所唱 便是民心所向 而能得到民心者 距离得天意 也就不远了 徐术的一番话 直接说进了刘备的心坎里 激动地直接离席跪在了地上 袁氏先生 刘备不才 想请你出山 担当我的军事 然而徐术这边仍是拿捏着 万万当不起如此大人 民工 另请他人吧 本着不放弃原则的刘备继续道 今日能与先生相遇 犹如大汗风干联 刘备叩清先生 相助我一臂之力 结果这帽子一盖 让徐术为难了 一旁的水晶先生着急地说 你就答应了吧 否则您那满腹经轮 怕是要荒废了呀 刘皇叔虽然时运不济 可他无疑是一位贤明之主啊 迟早会一飞冲天 成其大业呀 看到自己的师父都这么推崇刘备 徐术那点心里的高傲也没了 瞪着眼睛给刘备磕了一个 就这样徐术凭借这一手 硬是一出场 就拿下了刘备集团文官之手的位置 第二天徐术跟着刘备赶到了心眼 就开始高谈破论 排兵目震起来 他当着所有将军的面 分析起曹军来袭的时间 这话说完 让关羽张飞甚是不服 爬到我们头上不要紧 在这里瞎叨叨可就不好了 看到二弟三弟开始闹情绪 刘备在一旁给徐术继续打气 今日听军师一言 豁然开朗 有了刘备的支持 徐术直接开始了排兵步阵 请云长子龙各引一步 在新野城外三十里处扎下荣寨 云长营为虚 子龙营为石 二营于新野 互乘鸡脚之势 而且虚实相应 已被曹军来犯 这一下官二爷终于坐不住了 居实说了半天 且没有说曹操那只竟旅 何时来犯 于是徐术自信地说 三十天左右 这一打马虎眼 让张飞抓住了把柄 我要是曹操 明天就雇过来了 接着关羽继续给张飞补充道 兵贵神速才是梁将 就是这两个横哈二将 殊不知正好给了徐术做了铺垫 他认为此时正是景州的雨季 时间长达二十多天 曹操的部队多为骑兵 就算是对景州用兵 也会在雨季结束过后 所以我说三十日左右 徐术的一番话 顿时说的刘备心服口服 立马给重将下令 而在许昌的曹操 在大殿之中召集了文武众臣 对这场战业开始做了分析 会议上曹老板还重点提到了刘备 此战第一个攻打的就是刘备 于是曹老板给了曹人五万精兵 让他带上副将李典 先一步进战樊城虎式京香 将刘备拖入战争泥潭 先吓唬吓唬他们 临行前曹老板单独把李典留下 十分严肃地告诉他 曹人第一次为帅 立功心切 他贪功冒进的时候 你一定要担负起劝阻的责任 就这样曹人李典领命而去 一路浩浩荡荡杀奔樊 谁承想曹人刚到城门口 就开始搞事情 非但不率大军进城 反而安排部队在城外驻扎休息一夜 明天一早就全军出计进攻凡城 紧接着就要亲自带兵 去新野附近侦查敌情 副将李典想起了曹老板的嘱托 赶紧上前劝说 将军不可轻敌啊 我们还是等候丞相的军令到时 再进军吧 结果曹人根本不听 而指责李典嫉妒自己将要独剑打工 话说到这份上 李典不敢再劝了 只能率领五千兵马 驻守凡城 为曹人脱底 第二天一早 曹人的大军就来到了新野城下邀战 摆出了自己刚刚学来的战法 处理吓唬刘备等人 殊不知刘备现在身边 已经拥有了军师徐述坐镇 结果徐述看了一会儿后 竟安排军师们坚守不出 这让一旁的关羽张飞抓住了把柄 然而徐述刘备二人装作没听见 转身就要回去喝茶歇歇 温宇张飞本来就不服徐述 看到他位战不出 更是气得火冒三丈 没过两个时审 就直接冲进了大殿 逼问徐述 军师 茶喝够了吗 都正午了 破敌之策 抢出来了没有 徐述感觉天色差不多了 拿出几个棋子 讲解起了曹仁的战法 曹仁隐阵名叫八门金所阵 此阵本是孙兵所创武阵 经历代兵家发展 已有变过 不过曹仁只学得阵行阵法 却没有学得精髓 只需一员某将 带五百金奖 从东南升门杀入 从正习井门杀出 此阵必破 张飞关羽对视一眼 我去 我去 结果徐述仿佛没听到一般 子龙啊 听说你一颗铁胆 七指长枪 出入万军丛中 有如关羽赏花 请你辛苦一趟如何 这一安排 就让赵云差点笑得出来 暴躁的张三爷哪能接受 徐叔 你是故意去啊张义德啊 徐叔赶忙解释说 至于你们二人自有安排 那就是等到赵云冲乱敌人阵脚后 跟着大哥刘备冲阵的后勤工作 谋事就是谋事 很明显 徐叔十分明白关张二人 除了刘备 谁也不服 相比来说 赵云还是比较听话 想要冲破曹仁的八门金锁阵 要的就是执行力 更重要的是 这是他徐叔在三国中的首战 表现不好 那就丢饭碗了 那么曹仁的阵法 真的会像徐叔说的 那么容易攻破吗 预知后事如何 我们下回再聊 喜欢的朋友 记得关注 评论 引赞 东乐 再次谢过